平时只要天气好 星期六 星期天 周末 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山间野外 做一些野催 带着小孩去玩 伊尔兰出生在中国新疆 2002年来到这里读书后 就移民留在了哈萨克斯坦 与当地人结婚生子 他眼中的哈萨克斯坦人 对大自然的热爱是祖辈相传 这个高炉是1989年落成的 但因为苏联解体 落成之后一直没有启用过 直到中国人的到来 设备老化 工艺落后 污染严重 中华双方针对从石油的生产 到消费各个环节 开始研究改造升级的问题 一期工程 它的主要任务 是提高油品的品质 那么奇木凯特链厂的油品 将从以前的偶尔标准 提升到最高可以达到偶尔标准 对推进哈特斯坦环境的进步改善 这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一期计划于2017年6月投产 届时连用厂生产的气 煤 柴油质量指标 将满足K4 K5标准要求 对应O4 O5标准 可大幅改善长期以来 哈国汽车尾气污染问题 有效推动清洁能源在哈萨克斯坦的应用 因为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保护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炼厂也是为了这个要达到 我们想达到这个O4 O5标准 对环境尽可能地去保护它 我们一直注重的是合作双眼 或者是多眼 就是说不能完全考虑本公司自身的利益 我们还要特别考虑合作者的利益 资源国 它帮助当地去提升了它的产业和技术标准 然后同时能够达到一些最先进的 一些欧洲的标准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 它也是一种负责任的一种投资 和一种可持续的一种生产方式 链油厂改造期间和之后的维修服务 都将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随着工程项目的不断深化发展 哈萨克斯坦的专家和机工等人才储备 也日益增加 在哈萨克中石油的合作 坚持本土化政策 目前来讲 我们当地的本土化率 就哈萨克斯坦公 中国是由哈萨克斯坦公司 所属企业范围内 我们的本土化率 已经达到了98%以上 我们在开工的时候 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 招聘的员工 都在中国 在哈萨克 哈特劳链场 都进行了培训 在现场也进行了培训 在当地这个大学里 我们都由哈萨克斯坦公司出资 培养当地的学生 然后呢 由哈萨克斯坦公司进行招聘 如果有货币的货币 那有货币的货币 那是好 因为货币的货币 都在建立的国家 为货币 但是我认为 I think as long as it's acknowledged that you can only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if you are part of that community I think that's the key to make that link is to mutual benefit Now in the SDG era we have to make sure everyone benefits no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 what your background is which country you're born in you have the same opportunities to live a full life and that's why we say leave no one behind you know